后段班的举手 后段班的举手 大部分都觉得是后段班 一样的行为 对不对 可是我们发现后果不一样 后果不一样 前段班同学就觉得好像没事 后段班同学就觉得可能有问题 那我再问你一下 同学你没听过神风特风队 神风特风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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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来西亚都有听过吗 神风特风队 就是第二次大战的时候 大夫日等会战败的时候 他们训练了一批勇士 为国军去 然后训练他们去开飞机 那开飞机的时候 这个飞机就是去往他的船 一支飞机配他一支船 然后就整支 他就开始战机 就冲下去 冲到那个战舰上面去 把那个战舰炸成 那他们叫神风特风队 那就是为了为了要 那个在最后末期的时候 求一下 这些神风特风队的人 算不算犯罪的 犯罪 算还是不算 算还是不算 觉得他不算的举手 觉得神风特风队 不算犯罪的举手 不算犯罪的 觉得他是犯罪的举手 他是犯罪的 有没有 都没有 其他事怎么样 不知道 没意见 都不知道 好 那请问一下 那这个勒 911的自杀攻击 是不是犯罪 911知道吧 就是三架飞机 那两架去撞了那个什么世界贸易大楼 觉得他是犯罪的举手 他是犯罪的举手 911去攻击世贸大楼的 他觉得他不是的举手 他不是犯罪的举手 诶 奇怪了 为什么神风特风队 你们就觉得他不是犯罪 为什么你觉得911就算犯罪 为什么 同学为什么呢 一个战争时期 然后呢 一个非战争时期 攻击的人不一样 那二次大战是要去撞那个 那个 广岛跟长崎的 原子弹的人 说不算 犯罪 原子弹丢下去死了十几万人 说不算犯罪 诶 对啊 为什么标准不一样了 一个911就觉得这是犯罪 神风特风队不是 然后这个死了很多平民 按那运算死了不是更无辜 这边要讲的不是 要告诉你们做一个道德的判断 不是要这样子 而是告诉你 我们在戒定他是不是犯罪的时候 不是他的本质本身 不是因为他做了这个行为 本身去戒定的 不是因为他会炸人 所以他就是犯罪 为什么不觉得神风特风队不是犯罪 9114 而是我们这个社会去戒定他出来的 这个是谁的戒定 当然是美国戒定啊 假如我是伊斯兰圣教徒的话 我觉得他是犯罪还是圣战 圣战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谁去戒定他是犯罪的 美国啊 你每天都看美国电视 美国新闻 美国节目啊 美国好莱坞啊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当然是美国的那套说法 他是犯罪啊 可是假如你们是伊斯兰教徒 你们是出生在中东 假如你是像那个谁 像那个一个很有名的那个社会学家 还有叫做文学艺术家 叫做撒尼 他是巴德斯坦人 他从小就流离失所 他就不觉得这个是犯罪啊 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书啊 所以我们要讲的是这个标签理论 标签理论 把这个记下来标签理论 什么叫标签理论 我们不是用他这个行为 或者是他这个人 来做分析 来界定他是不是犯罪 而是去分析 这个社会怎么看待 这样子的行为跟人 所以刚才讲的那个 911那个事情 不是因为他杀了很多平民 或者不是因为他这个是伊斯兰教徒 所以他们是犯罪行为 就跟我们觉得美军 载了两颗原子弹去轰炸广岛 轰炸广岛这个行为 或者是开战机这个人 是不是犯罪 我们不是这样分析 而是要去分析 我们这个社会怎么看待 这样子的行为跟人 所以刚才举的例子 美国当然觉得911是犯罪啊 是美国社会认为911这个行为是犯罪 但是伊斯兰的圣教徒 他认为911的攻击行为跟这些人是圣战士 标签理论 的意思就是我们是帮这些人跟行为贴标签 而不是说这个事情本身 就像抽大麻 抽大麻本身这个行为 是没有意义的 而是要看 这个社会怎么去看待抽大麻这个行为 听到意思吗 这两个概念不一样吧 好到这里我们今天上课上到这里 然后下个礼拜我们再稍微把剩下的上完之后 我们再回顾一下整个学习 我们社会学和基本概念 好那我们的拓语学长有什么样的宣布吗 来 我们先休息五分钟把口腿插一插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苏铃铃铃 赶快快一秒秒快点快 祝福也应该等哦 祝福也应该等哦 好 我要来换 好 这都衣衣衣衣衣衣衫 这个都衣衣衣衫 这个都衣衫 这个都衣衣衣衫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